HELLO 大家好,又是我Philip 又來到行道氣喘呈獻的時間 話說我自己住在沙田也住了三十多年 但有一個位置我到現在一直都未上去 就是科德坪 科德坪其實是在水泉老村附近 過來其實只需要乘馬鐵去到沙田為站 D出口轉左 經過球場旁邊有一條車子直上就可以了 那條斜路走到差不多尾的時間 在右手邊有一條扶手電梯上天橋 過上對面馬路再上一會 就會來到前面這個位置 在右手邊這邊這個位置直上 基本上這條路是真的初級和不初級的人走 因為沿路大部分都是這些馬路或者水泥路 所以對一些不是經常行山的人來說 都相當容易走 還有路程不算長 我想大約兩個公里左右 其實這條路看出去的風景 是沒有其他地方那麼靈 但是有一番特色在這裏 不知道為甚麼 你上到來真的好像去了一個 即是遠離了香港的地方 前面這裏分岔路的 我們不是去涼頂那邊 我們是沿路這邊上 前面這個位置就要走下 都不是走很久的 我從那邊真的走上來都不用半小時 走大約四個小時左右 走到這個位置後 應該是完 這條路繼續走上去 其實你要上來 科特平這裏 真的要走我的條路 為甚麼呢 因為你沿著那邊斜好上去的話 會上去第二邊山頭那裏 所以 由我的條路上來 轉右手邊 就可以上來 走前一點 我去到這裏看一看 這裏外面的景 這裏就是整個水泉老村 遠一點見到的馬場 馬鞍山 渣角村那裏 這裏就全部可以看完 另外 轉身去前面那邊看看 這裏看它就是 真人士 先騎高一點點 好 這邊就是新條圍 前面就是大圍那一邊 不過今天真是可惜 真是 天氣有點差 我找個位置 放一放航拍機 因為放航拍機一整年沒有飛過 一段時間要飛一下 好 大家在上面打完卡拍照 真的要下山了 只要沿上山的一條路 沿上去就可以了 是相當簡單的一條路線 所以是很適合大家一家大小 即是星期日或公眾假期 上來走一轉 今次的影片到這裏為止 我們下次再繼續 拜拜 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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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邊